叫八观摘戒 那佛光大词典里面 这一条 八观摘戒条 那佛陀为在家弟子 所制定的战时出家的学处 学处意思就是执戒律 那太学法师有一篇开示 叫菩萨学处 那佛门里面成学处 这个团体 他们都是持戒的 那沙弥学处 比丘学处 那么这是对在家人 在家的佛陛子 他们 不能长时间过出家人生活 过一天 受着是一日一夜 这一日一夜要离开家庭 要到僧团那边去居住 僧团里面有专门 好像赵代所一样 男女众分开的 男众 受八观摘戒 在僧团 女众 受八观摘戒 在比丘尼这团体 比丘尼学处 离开家庭 过一天一夜 出家人的生活 学习出家人生活 又做掌养旅 进驻旅 这后面都一解释 掌养功德了 进驻是亲近出家人 跟出家人住得很近 八戒 八之摘戒 或者叫八分摘戒 八摘戒 八戒戒 八摘戒 都是一样的 八进 八所应离 这名称都是一个意思 有这么多的名称 八之八中戒 关呢 叫关闭的意思 戒 有防飞之物的作用 能持这八中戒 八条 可以防止 身口一 三叶的卧险 便可 关闭 卧道之门 八戒 当中 前面七支 是戒 后面一支 就是一条 不飞 实实 这一条是窄 后起来 叫八观 这戒 这个就七条戒 一个是窄 那么此八法呢 佛陀之境 于每月六摘日 受之 你在这个六摘日 里面 选一天 选两天 也有人六天 独秀 这就是每个月 出八 十四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九 三十 这以中国 农历算 小月呢 二十八 戒二十九 大月的时候 二十九 三十 这样算法 佛教 虽有出家 与在家弟子 但佛法 以出世 解脱 为目的 更以出家 为上 受之八观 这戒 令在家 修佛者 熏修 掌扬 除世 善根 所以叫掌扬 略义 又因 受此八戒 一日一夜 远离 家居 离开你自己家庭 净于 深切 和阿罗汉 而住 男中 住在僧团 寺庙 女中 住在比丘尼 造成 所以叫 静诸女 这后面还有 八观这些 为八种 这些法 这个八戒 这是补出来了 第一个 不杀生 第二个 不偷盗 第三个 不淫 第四个 不忘 第五个 不淫 酒 第六个 不宜 花满 装饰 自身 不顾 不顾 观天 第六 第七 不做 高 广 华丽的 创作 第八 这是债 不费 事 就是 日中 一事 受八观 摘 戒者 因 一日 一夜 迟 不云 戒 顾得 称为 清净 又不死 或者是 净行 又不死 可以称 这个名称 八观摘戒的时候 在家里 可不可以做修呢 也可以 这个环境 不需苦的时候 自己在家里 可以 那么 不淫喻的时候 持戒这一天 不同房间 有两个房间 就可以 分开 就可以了 就如法了 其他的 这七条戒 要遵守 另外就是 日中一世 不费事实 过无不失 可以 说得到我 在家同学 真真修 八观摘戒 记住这六摘日 这一天 认真念佛 听见 好死去 好死去 不舒服 我 不舒服 我 我 不舒服 感谢观看